我倒是加了个给力 看,就这样吧 奇怪 大伙看着我这模糊吗,我这怎么感觉这么模糊啊 废有劲了 行 这怎么着 蛮模糊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没像冬子一样把这儿挡上啊 还模糊吗,这还好点吧 诶,这回好了,诶,那刚才怎么回事 绿镜是镜头,啥玩儿 刚才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才太模糊了,那这会儿可以关灯了 哎呦嘛,这个光我都算了,玩儿开开了 受不了这光 这下 这回好点儿了吧 诶,那刚才怎么回事儿啊 嗯 奇怪 吃了 人家那个就能特别的 不是 你看我离这么远,看那个字就费了劲了 就必须得在这儿 要不说我这不适合直播呢 看字都看不清楚 我这还戴着眼镜呢 戴着眼形呢 嗯 嗯 谁呀,谁呀不知道哪儿去了 谁呀估计家里待着呢 谁呀给我看家护院呢 现在我们同事有直播的吗 其实我这个架子已经放到最低了 其实我这个架子已经放到最低了 就没啥事儿就播了 谁播呀 今天早 好 好,喝玩了,我们俩没关注 别人这人播呀 吃完了,饭是吃完了 嗯 哎呦,老吴 老吴上来呀,咱俩连一个 那是吴小泽吗 哎,那秋念哪,怎么走了 老吴还在吗 哎,你看这念人走了 冒个泡就跑 咱俩 咱俩 是老吴吗,刚才 我应该关注他了 这人呐 就走了,你看他 哎 得了,走就走吧 哎 没事儿,王卡也没事儿 屎爷才不会联呢 屎爷 对这个直播不太感兴趣 我这王也不好 我这王也不好 对啊 看瘦联了,要不然太胖啊 快对不起大伙儿的 这什么玩意儿,挑战失败 啥呀,还差198彩蛋纸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不怕你们上班吃到吗 这早点呗 就跟我乐意那么凿赛的 我说呢 我没有减肥计划 这啥玩儿 这是我自己弄的吗 一碰脸就出那个 不能吧 哎呀,都不上班了 嗯 嗯,边边才不会来呢 简直是想下了心呐 啥声音呐,吓我一跳啊,这天呐 就听屋里,嘿嘿嘿嘿嘿嘿嘿,吓我这一跳啊 我是,我四对的 以后也那么早吧 看吧 我今儿是 早 嗯,今儿确实是有点早 然后一会儿我就吓 等到夜里十一点半我再播 我 这不看你们吃到吗 今儿那么那么早 明指顾问塞的 那秋年五走了 这人呐 哎,怎么不尿去 怎么不尿去 那么早了呢 我,我总演十不愁 都快抽死我了 我这个直播的时间 哎 瞟糊不定 让你们逮不着 这次个麻烦 谢谢 我现在是琢磨,我是现在说数啊 我还是等夜里十点半再说 然后让你们明天都起不来 到单位 打不上卡 由于迟到 扣掉你们的奖劲 哈哈哈哈 啊,一个队天天见 甭连了 我老公还真走俩 一会儿开吧 看看我 书馆里的书座来了多少 这不怕你们吃到吗 就那么早 我这多善解人意 是不是该放假了 谢谢大鸟 好,我都得先喊 我天 这没有个正点直播 试试那妈 看了不行,我就 十一点,我就十点半再播 或者十点 一会儿再开书 不是说到哪儿啊,你们还记着吗 忘了吧 嘿,光记着算到这儿了吧 十二连播呗 我坤子 好,我们佟林又来了 丰台镇 丰台镇八方玉面昆文霞 这得多爱听佟林传呢 给自己起这么个名字 就记得是沧桑 老沧桑了 我一直在 你也不上学 也不上班 一直在劲干嘛呀 我都不知道我这个抖音关注谁了 所以 大学放寒假 哇,原来跟我一样都是大学毕业 我没准 我也许一会儿说 也许晚上说 我也不知道 就看吧 我现在在琢磨是一会儿说 还是晚上说 晚上说可能 我们同事有播的 还能连一下 现在人很少 光看你了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我也没记住 妈玩儿啊 这个等开荒芽了 我受不了了 其实这个架子也行 但这个架子就是比较讨厌在哪呢 会影响 哎呀,什么呀 人家那个 人家那个说书的 为什么人都感觉特别远似的 我这个就感觉 我这个就感觉 脑袋辈大 我黎元也是一样 也不像人家似的 黎元我确实真看不见 越来越来越像转业主播了 小鸿鲜走起来 哎 祝大哥 即时即日即如风 什么玩儿 如风筝 手机 手机 不趁平板啊 平板说个啥呀 没见过呀 哪儿就绑一打 还真是 也没天理了 无聊不 不无聊啊 这两句要不下啥玩儿啊 人家透平不用说 我这个看字比较慢 别人有专业的机器 他说单位给你赔一个平板 单位给我赔一板准 自解 竟出这好主意 看了就看了两集 后都还没看呢 后都还没看呢 晚上好 擦着镜头吧 又模糊了 得了 模糊了你就模糊着看 要求还真高 擦着镜头了 又又模糊了 揍你 你事多 我也看那个大西响 那是我自己的创意 应该不模糊吧 我觉得还可以啊 没像洞子似的把膜贴在这个 贴在这个瓶上 我觉得很清楚了 可以了 行 不敢在这话 估计是光的事儿吧 我把台灯关了 也一样好 还不如刚才呢 行吧 至足吧 行吧 就这样吧 没办法 因为这个 哎 这个没有点光啊 这样行吗 似儿震度 暖色调 那可不 哎 冬天呢 就太暖色调 我这个 这样行吗 借下 这儿我觉得跟没开一样 不是瘦了 是开美颜了 揍你爱说实话 穿上大褂 不行大褂都瘦了 不可能 很清楚了 今天比昨天年轻了 合着我越活越臭臭 人怎么那么少 你来了不就剁一个吗 又变帅 用你说实话 这秘密别告他们 大褂按布料手费嘛 好嘛 那那养合筒赔了 就是没沏茶了 就是懒得拿那个茶壶沏茶了 您不嫌水的生意大吗 然后就用直接喝白开水了 以为确实晚上喝茶有点睡不着觉了 不能太晚睡 太晚睡 头可少 你看看这个 沙石还能再圆 书馆开了就能啊 书馆开了就能 我师爷也没说全过 但是这书原著 确实后边挺热闹 没事该喝喝 睡不着你就说呗 我有病啊 我说一宿 今天比昨天摔墨了 讨厌 今天讲话呢 还是无数闹东径 你好哥哥 快板从哪里买 从卖板的那买 头都勒吐了 别拿高老师开玩笑 几年的天天春丸非常好看 天天春丸还多少天 按尺寸收费孙月子挂的 那都做不齐了 你是不是开箱得重新做大褂了 就不告你 周先生都睡着了 没事让豆子姐看陆平 不是任务 好我们还有见识任务 受不了受不了 我就是想 说个书有着银 要不说书 我才不丧来呢 天天花很好听 你看那必须好听 一副认真的样子 骂师不认真过 说完书就下 你看姐不 豆子姐来了吗 嗯 如何能找天见男友 啊 你得 那你得看看你能吃多少斤狗狗里抱的 聊到十点半 我有毛病我聊到十点半 好吗 我怎么那么能聊呢 善有认识啊 好我们一个胆位的再不认识 不歪了吗 嗯 难难难道得宣 不对知音不可谈 对了知音 谈几句 不对知音 枉费 啥玩儿就实践呢 太慢了 死尖 看来 反馈的是慢啊 马有吹江之意 全有 你这同龄怎么色那么多呢 还换一个 不换了 马有吹江之意 全有 尸草之恩 杨高贵乳 报母恩 元侯献果自问 知诸罗网护体 鼠道余粮防身 没路见实等成群 无异之人 这估计接不上来 可恨 推荐本书看吧 看你喜欢什么样的 多可恨呢 这都能接上来 太没有天理了 看你喜欢什么样的书 乌鼠闹东京 昨天说的哪儿啊 好地方 哈哈哈哈 好的老仙儿都这么开书 昨天说到隋唐演义 昨天说到哪儿啊 好地方 哪儿就好地方 我心说 昨天说到哪儿你们还记着吗 忘了吧 一猜就忘 不不脑子吧 听完就忘了 弄得我们天天跟诈骗似的 你看这又记得 我忘了 孙早智 奏子到齿 奏子到喝 昨天说到 包整包大人 跟四地仁宗赵真 包举南霞 展昭 展雄飞 这一包举啊 皇上还挺感兴趣 为什么呢 您想啊 一朝的人亡地主 他对江湖中人 并不了解 而且一听包的人 这一说呀 这展昭了不得 什么叫村房月脊 哪个叫滚脊爬坡 人们五亿十八班兵刃 样样精通 而且长得还特别帅 关键这长得帅 让包大人很感兴趣 不是拦了腿的吗 酸到这儿啊 皇上跟包整就说了 看看关上灯啊 什么效果 行 这效果可以 就这样了啊 灯灯 这就是光的事 其实 行 这样 所以说 这光适用啊 我要是眼睛累了 我就要接着 我也觉得是 太暗了 本来我这眼睛就别扭了 所以说皇上就跟包大人说了 你回去跟展昭说一声 明天岳武楼寡人要见一见 南下展昭展雄飞 看一看 我包爱卿的恩公 这一回去 把这事跟展昭一说 包大人呢 咱说实话 是替展昭考虑 为什么呢 你练武的人呢 出头之日 他不像文官 念书的人 十年寒窗苦 进京赶考 投名状元 这就有出头之日 你练武的怎么办 学会文武艺 或卖帝王家 帝王不识 卖于识家 所以说练武的想出头不容易 哪找着好机会去 皇上亲自要看你呀 到了晚上公孙策交给展昭 明天见皇上怎么言理 这还得交纳 那都有规矩 那是有尺寸的地方 坏了我忘拿东西了 不是脚垫 说着说着往哪发薄了 这是有尺寸的地方 你见着皇上怎么磕头 怎么叫三败九寇啊 你站哪儿 你跟皇上说话 眼睛该看哪儿 皇上声音多高 你声音多高 你不能盖过皇上 你不能抢皇上的C位呀 所以都交得明白了 展昭也聪明 这一夜无书 到了第二天 清晨起来 包大人带着南辖展昭展熊飞去面军 先在朝房里 一会儿死的人宗赵真 升作八宝金店 包大人出班贵奏 我主武皇万岁万万岁 南辖展昭展熊飞就在朝房等候 死的人宗想了想 好宣赈旨意让南辖上殿 小太监一声喊 万岁有旨选南辖展昭上殿 再看展熊飞 挺标曲卖虎步 正正观抖一斤 噗噗噗 走上金殿 这一上金殿呢 各位 四里人宗是干嘛的呀 有道的明军 知其外观其内如见其肺干燃 一看 展南辖长得帅呀 今天这么早 那当然了 皇上得见南辖呀 能不早吗 一瞧展昭的模样 皇上看了看很感慨 哎呀 这不是李云天站在我的面前吗 展南辖哭通跪倒 草民展昭 叩见我主武皇万岁万万岁 免礼平身 谢万岁 这一站起来 皇上是越看越爱 展昭啊 听说你是我包爱卿的恩公 陈州放粮的时候 你就救过他好几次 尤其这一次 要没有展昭你 我那包青家 恐怕性命修矣 包青家宝奏 说你武艺超群 这样吧 今天朕让你来 咱们在玉花园 月五楼 朕要看一看你的武艺如何 金口玉岩哪 简短揭说百家玉花园 到了玉花园这前边就是月五楼 死地人宗赵真往这一坐文武百官列在两旁 玉林军也都排班伺候 再看展昭展南辖献了三角六桥 这会儿你要说藏奸 不能 皇上问展昭你 都会什么呀 说你能说什么呀 展昭说我会 拔什么瓶 我背个莽撞人行吗 皇上说你换一个吧 前些日子张飞都累吐血了 唱能唱什么呀 展昭说我能唱一同声堂 皇上说别吐上堂了 大晚上盯着光浪的扰民 唱个别的吧 你说我会发自喜 你唱一个我听听吧 皇上看着很高兴 行我要你了 这龙子科招生 反正有什么能力 那就必须得端出来呀 这是露脸的时候 皇上说我听我包清家说 你会轻功 什么轻功提纵树 窜方越脊滚 滚脊爬坡 展昭怎么叫窜方越脊 哪个叫滚脊爬坡 皇上这一问 展昭那就解释吧 他说我蹭愣 一纵身行 左脊踩右脚脚面 再往上一钻 右脚踩左脚脚面 然后我就能飞起来 好 展昭这一说文武大臣都听呆了 这得多得的能耐 脚尖一点地纵身而起 左脚踩右脚脚面 再一纵右脚踩左脚脚面 这人就能飞起来 死的人总听了听 不能 这一句话大伙都愣了 怎么还不能呢 皇上说不能 你说的不对 哪儿啊 一纵身行 左脚踩右脚脚面 又能窜起来 右脚踩左脚脚面 不可能啊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呀 你在空中往下踩 你获得多大的向上力 反作用力向下 也能获得多大 当反作用力加上地心力的时候 你肯定得摔下来 你怎么可能飞起来呢 再这说了 你玩命踩啊 你踩的脚会很疼 展昭都听傻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华人说我告诉你吧 你要想在空中自由的上上下下 你只有排除地吸引力 你是不是没教过你吧 排除地吸引力 将来若干年以后 有一个帆帮叫美国 那儿有个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 飞机的密度比空气高很多倍 发动机产生的冲力可以在空中自由的翱翔 还有一句赞语 下弹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叶 他是说完 展昭傻了 皇上你有病吧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练个轻功 您哪那么些个废话呀 您这都跟谁学的 皇上说我身边有一大太监叫肖白 我跟这肖白大太监小的 展昭说这肖白这太监在哪呢 你干嘛呀 我弄死他 你让他来我问问他 他怎么知道那么多呀 皇上说你找不着他了 他让我那个妃子花魁给勾的跑了 俩人私奔去了 展昭说皇上您到底看不看我练轻功 您要看您就看 您不看您闭嘴 哪那么些废话什么乱七八糟的 皇上说那你练吧 这就看出来这说书的我告诉你 不是咱吹牛 咱正经上个大学呀 一般人都听不明白 练呗 展南侠练轻功 那说实话 皇上没见过 皇上看得真发呆了 好厉害呀 练完轻功练剑 展南侠要当着皇上的面耍剑 探背王安崩皇 鲜沧浪浪浪 拽出这口巨鹊剑 练了一趟八仙剑 剑随人转 人随剑走 真要懂行的 你就趴地上瞧吧 南侠那脚都离了地了 身子整个就飞起来了 太快了 练得得好啊 练完之后打一趟拳 叫八仙拳 都练完了 展昭还有一手绝活 打修剑 这是暗器啊 那么一个 这么大一桶 小圆桶 里边搁上这个剑 在袖子里边 藏了好了 据说是三十步之内 百发百中 躲都没法躲 打罗金仙也难逃 展昭这绣剑 站着一绝 啊 啊 绣剑呢 有双筒绣剑 还有就是单支的绣剑 还有梅花的 怎么叫梅花的呀 它是六支剑 当剑一个 边上有五个圈 五个点 有五支剑 这形状呢 就跟梅花瓣一样 这是连发的 防不胜防 展昭打绣剑 站着一绝 怎么验证啊 找一把子 皇上朱沙笔上 他点了一个点 啊 这点不大 展南辖一胎手 打 郑重红心 大伙是鼓掌喝彩 咱就这么说吧 南辖在月五楼 献了三绝六桥 三绝 拳 剑 绣剑 六桥 猫村狗闪 吐滚 英帆 猴上树 拳登山 皇上 看呆了 真好啊 万万也没有想到天下还能有如此的能人 这功夫可太高了 皇上鼓掌喝彩 好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哎呀 这身子怎么这么轻啊 好家伙 这 这已经不是人了 他这心里话 但是随口就说出来了 这不是人呢 这一句话把包公吓一跳 练半天 还不是人呢 这 这是朕宫中养的羽猫啊 猫多轻啊 啊 上树上房 村 猫村 根本听不见声音 玉猫皇上养的猫 皇上前面都得加个玉字 皇上养的猫 玉猫啊 皇上养的狗 玉狗 皇上的桌子 玉案 也叫龙叔案 皇上的脑袋也叫玉头 啊 得上替争 这哪是人呢 这是朕宫中养的玉猫 他这一句话 让包公给听见了 包公赶紧过来提醒展昭 谢皇恩 皇上那边哪就 我说什么了就谢我 晚岁 您亲口家风 南辖展昭玉猫二字 皇上那不能 我活八道呢 那不能那么说呀 金口预言说了就得算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可不要紧 给展昭惹了大麻烦 光封女猫也不行啊 皇上说 哎呀 你这包青家 你怎么这样 我就那么一说 好家伙 皇上 赐封号 一个字 一年多给五千两银子 皇上说 你说我这俩钱花的 不是你们都碰瓷来的是怎么着 我们这样啊 光有玉猫还不算 驾封南辖展昭展雄飞 四品玉钱带盗护卫 开封府效力当差 干嘛还在开封府效力当差 给包大人一个人情 我送给你一个护卫 也是哄自己老娘高兴啊 不光封了展昭八大勇士 封六品效尾 这一下展昭呢 这脸就算露到天底上了 回到开封府 大伙庆祝了三天 包大人给了三个月的假期 让展昭好好散散心 啊 该回家祭祖的祭祖 该出去旅游的旅游 想去哪去哪给你三个月的期限 啊三个月的假期 完事你就回来 好打卡啊 上班 展昭咱说实话他不赖当官 暂时包大人这么费劲 好冒着碰瓷的危险啊 你们这会儿跟皇上说 我不赖当官 不像话了就 你不能不识台去啊 展昭住在哪啊 长州府 五进县 百花岭下 玉洁村 好这一回家 可了不得了 四品呢各位 那官 在五进县来说 那就是土荒生了 五品之府 六品之州 七品之县 五进县 那官 七品 见着展昭 好又是开封府的 包大人手下 效力当差 敢惹吗 整个展家 原来没那么多人来 展昭这才知道 哎呀我红了 哎呀原来 原来红的滋味 这么这么爽呢 好现在整个热搜 全是南侠展昭展女猫 这羽猫俩字就传出去了 江湖之上 谁不知道 一传十 十传百 百传千 千传万 好多人就说 你说这皇上 没事封个女猫干嘛呢 这什么声音太吓人了 这玩儿 你说这不吃饱了撑他吗 你没事你琢磨这干嘛呀 皇上就那么随口一说 下边老百姓可就研究开了 这皇上让展昭出去拿鼠背 什么是鼠背 偷鸡摸狗 唯非作歹 土豪恶霸 这都是鼠背 让展昭去拿这些鼠背 他越传就越不像话 传来传去 就传到了江南炫空岛 无鼠的耳朵里 江南炫空岛有个鲁家庄 鲁家庄上有五家爷 五家爷冲北磕头 八败结交 大爷钻天鼠如芳 二爷彻地鼠寒张 三爷川山鼠徐庆 四爷翻江鼠蒋平 五爷锦毛鼠 柏玉堂 这哥五个外号都带一个耗子 又叫五鼠 还叫武艺 你要叫别的 没事 你叫个玉仓鼠 没事 五鼠还高兴 你叫玉猫 叫玉老鼠夹子 玉耗子要大 哥五个就不爱听 风猫就避鼠啊 尤其是锦毛鼠 白玉堂 白武爷 姓鸟气傲 只知有己 不知有人 坐屋里边自己跟自己生奔气 好几个展昭展南下 你不知道炫空岛有我们江南无鼠吗 嗯 我们叫无鼠你敢叫玉猫 猫和老鼠还差一大狗 咱几个操一块就是搞笑的动漫 完不了啊 我非要会一会你不可 看看是你玉猫厉害 还是我无鼠厉害 好就这俩字不要紧 就激怒了 紧老鼠白玉堂白武爷 这才大闹东京便凉 他整个把个东京便凉 就给翻了个个啊 就白武爷一个人呢 就为了逗这口气 全是练武的 不能栽这个跟头啊 但是这些事展昭可不知道 他可不知道自己得罪了多少人 咱们搁下炫空岛无数不提 展昭这一回家 那算整个武进县 一个小小县城就轰动了 家里天天是串门的 天天来庆祝 天天来 什么声音这是 天天来送礼 全是好吃的 蜡条 整院的蜡条啊 展昭看着 哎呀 这个全是蜡条 没有别的吗 锅巴 干脆面 摆了医院啊 好 这县官啊 现在就巴不得能巴起展昭呢 把手下的差人全调出来了 天天给展昭家里送礼 哎 哎 有一当差的小蜜蜂眼 有羊羊子 去 给展老爷家里送猪蹄 送熟食 有一大胖子 一脸的疙瘩 啊 这是县官的秘书 啊 叫杨蜜 去 杨蜜 给这个 给展老爷送豆汁去 这送豆汁去 哎 还有一胖子 娘娘娘唧唧的 老唱两口青衣啊 叫李云杰的 去给送北京的花生米 啊 还有一种啊 这种愣啊 啊 孔云龙让他送水果 拎着烂水果 就去了 展昭一看 怎么给我送一堆烂水果啊 孔云龙说 哎 别急了 这一出门啊 赶上人放炮 炮包给崩了 水果都烂了 啊 一会又来了 好 展昭一打听这位可了不得 帅到宇宙 红遍天下 财貌双全 艺术泰斗 威震天下 李云天 送的是天津果仁 展昭太高兴了 就稀罕你 揍你那人 小脸大人一掐一刀水 那么可爱呢 展昭这一夸呢 这街坊都在旁边 还有的去你的吧 反正天天是送礼 哎 这还不算 展昭还单身呢 这么红 啊 没有个媳妇 宝没拉签的 急破了门呢 门槛都踹烂了 那姑娘们天天来呀 到门口打着大横幅啊 万水圈山总是清 了解展昭行不行 那就这么说 展昭挺烦 啊 要说下就觉得喝杯美 太高兴了 啊 你跟我红的啊 展昭不高兴啊 展昭心想我不行的时候 我们家可没人来呀 现在我刚露脸 万岁爷刚封我四品玉钱 带刀护卫 这家里就挤破了门槛子 你瞧这官天天派这些人给我送东西 院里全烂苹果 你说你叫别人给我送不好吗 非得叫这姓孔的这差人送 他一出来这炮就崩他 这炮也不怎么这么喜欢他 你让那帅到宇宙 红遍天下李云天多来了多好啊 我还想让他给我签个名呢 哎呀 我不出名的时候 那个时候流落江湖 家里没这么多人来 现在刚有点苗头 没想到家里就这么多人 蹬着门槛排着长队 真应了那句话 人情冷暖 事态严凉啊 展昭在家里不乐意应酬 他比较烦这个 跟老娘一说 我出去散散心去 在家里都一个多月了 烂瓶我也吃不完 包大人就给了我三个月的假期啊 眼瞅着一半就过去了 我出去玩玩去吧 其实也是躲清静 去哪啊 南辖想了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咱干脆吧 杭州来一趟 痛痛痛快快的玩几天 南辖展昭展熊飞 敢奔杭州 走到杭州这一看 那真是 真应了那句老话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西湖岸七花一草 这你们都会唱 我不用再给你们学了就 展昭一边走一边横口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西湖岸七花一草 好死了几点镜下 哈 挺高兴 站在断桥上这儿 展昭很感慨呀 这玩儿 原来我号称南辖 行侠仗义谁也管不着我 现在四品玉钱带刀护卫 将来看来这自由的生活呀 就算告一段落了 展昭正感慨呢 我打那边 跑来一老头 跑的那个快呀 展昭 老头到了码头这儿 一无脑袋都 就跳下去了 可把展昭给吓坏了 我的个天爷 有人头红 这有人一跳糊啊 看热闹的全来了 整个就把这块给围住了 这看热闹打宋朝那会儿就流行 好人挨人 人挤人 瞧这怎么回事 议论纷纷的 谁怎么下去了 不知道下去干嘛 谁知道 怎么 展昭着急呀 要按说身为南侠 行侠仗义 你得下去救啊 展昭救不了 展昭不会水 展昭这点儿随我 我就不会水 你别看我天的人 海河边长大 不会水 看水就发晕 展昭心想这不要命啊 啊 我救不了啊 我救不了没关系 求这些看热闹的 南侠一抱拳 诸位 诸位行不行好啊 哪位下去把老丈给救上来呀 我又拨人相遭 就这么说 没人下去 为什么呀 第一 这块的水最急 都带着漩涡啊 水性差一点 也就下去了 没有把握不敢 第二 谁也不乐意多管闲事 我疯了我我下去 好我下去 把这老头救上来 他死了 死了我得打人命官司呀 啊 这可不成 所以没有一个下去的 展南侠着急啊 心想我枉称南侠 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蹦了急蹦 没敢下去 展昭恨自己啊 我为什么不学学水性啊 嗯 当时我学学游泳多好啊 眼瞅着这老头 就下去了 展昭只抖了手 这算完了 就在这个功夫 就听尤打胡心亭的方向 有人高声贺寒 呃 而等休的惊慌 莫莫要害怕救人的 来了 就看尤打胡心亭方向的个快啊 来了一艘小船 大鱼的小船 这小船两边是翘着 这叫浪里村 在这船上 站着个鱼狼 大鱼的小伙子 光头眉戴着帽子 上边光着膀子 下边穿着大裤衩子 光着脚丫子 但是往脸上一看 眉清目秀 长得非常的帅 非常的潇洒 过来 滑着 到了出事地点 再瞧人家拿着脚尖一点 这唇帮一纵身蹦起来 在空中一个云里翻的跟头 头朝下 脚朝上 就下去了 你别看展昭不懂的水 但是他可不外行 你让他下水他来不了 但是学武术的时候 老师跟他交代过 怎么看好的水性 展昭一瞧这小伙子水性真好 为什么没有水花 一点水花都没有啊 把这么高往下一跳 没有水花光是水文 这就能看出来水性真高 这你要扔杨和通下去 好长朝了 展昭心想这回算行了 这就叫会者不难 男者不会 不大一会 这手夹着老头 谁告你十分钟啊 我这有发薄 夹着老头 游上来 他说他游的洞啊 这还夹着一个人 那当然了 这个水它是有福利的 这个东西啊 扔到水里 一个物体扔到水里 它不得往外溅水吗 挤出来水的重量等于物体本身的重量 这叫阿基米德定律 这不是吹吧 说我是大学别老不信 一说我大学就 这就是学本 那你看看 那你看看 我说我说体积怕你们不懂 你甭管是什么了 反正他给救上来不就完了吗 你管是什么呢 哎 哎 嘿 反正救上来了 啊 这会不管什么 体积重量 不管那个 救上来 这一上来呀 咱说实话 你光改被人从水里捞上来 你得会救 你不会救 这也是死 展昭不会救 啊 展昭看这会怎么救啊 老头喝了多少水呀 弄上来 左腿弓 右腿崩 一翻身 垫到鱼狼的腿上 背朝上 这鱼狼扑了前胸 垂的后背 一搓走 真啊 吐了好几口水 这才算还醒过来 反正就算醒了 大伙瞧着 都跳大门哥罢了啊 这鱼狼有两下子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瓢崴 别看是个大鱼的 罢了 救人一命 盛造奇迹浮屠 老头吐了几口水 哎哟 这一睁眼 往四外一看 全是人 大伙心想 人把你救了 怎么着你不得谢谢人家 不敢说千恩万谢呀 也差不了多少 万万没有想到 老头看着鱼狼 啊 你把我救了 大伙在旁边 起哄假样子 对呀 就是这年轻的鱼狼 把你给救了 没有这鱼狼啊 没有这鱼狼啊 你这会儿早就命丧阴曹了 你还不好好好的谢谢人家 老头瞧着鱼狼 你救的我呀 哎呀 哎呀 你可缺了大德呢 你算把我给坑哭了 这一句话 大伙全都愣了 哪的事去 人费半天劲把你给救了 你不谢谢人家 你怎么还骂人家 大伙都以为鱼狼得生气 鱼狼根本就没当回事 微微笑 老爷子 我把您给救了 我也没指望 您能谢谢我 但是您为什么要骂我呀 我怎么把您给害了 我把您救了 您倒说我害了您 这可让我糊涂了 哎呀 我用你救我呀 你说说你救我 干脆这样吧 你给我五百两银子 咱这事就算了了 鱼狼说您别忙 我再给您扔回去 哪的事啊 当然老头不能这样啊 鱼狼这一问 老头长叹一声 恩公啊 你说这人哪 有一线希望 谁不想活着呀 老话说的好 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想活着我不想死了 嗯 但是我没有办法呀 嗨 鱼狼说您别老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的 您到底有什么委屈 您给我说说 这儿还这么多人呢 天下人管天下事 这儿有这么多位 每个人给您出一个主意 您不也就活了吗 老头一摆手 出什么主意也没用 我活不了啊 这个年头啊 好心人做了好事 不得好报啊 老头是放声痛哭 鱼狼看着 行了行了 哎呀老爷子 你说 你别哭 你跟个街道妇女似的 到底有什么委屈呀 我一说您都得生气 我姓周 你姓周 你叫周九良啊 你才举猫呢 我姓周 我叫周增 我就是这儿的人 我在这儿啊 说是在的天竹街 我开了一茶馆 茶楼啊 开了三辈 到我这辈生意是越来越好 这个 那年冬天呢 早上起来一开门 我一看门口躺着一位 岁数不大 一年轻的 我过去一摸呀 还有口气 赶紧打发火去 把他就抬屋去了 这一到屋里 煮点挂面 握个鸡蛋 找大夫来看 没事 大夫说就是动的 就是饿的 调养几天就好了 醒了以后呢 这老头对我是千恩万谢 说要没您呐 我就完了 您就是我的救命恩公 我得问呐 我说 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你别光谢谢我呀 我救了你 你谢谢我也没用 我得知道你是谁 鱼狼听到这儿 一点头 拿手一指这老头 你看你救那个人多么有礼貌 你再看你 我把你救了你骂我 哎呦您往后听 您就知道 他多么不是人了 他说他姓郑 叫叫郑鑫 啊这个父母都没了 到杭州来 抠亲访友 结果亲戚也没找着 身无分文呢 就倒在我这茶馆前边了 要不是我救他 他早就死了 我一看小伙子 他也挺精神 你说让他走吧 他还得死 我说干脆 你能写字吗 念过书吗 这时候说我念过书啊 我这个物理化学都特别的好 我挤了的那个 我们那儿的花魁一愣一愣的 老头说 好那你这么有能耐 你还到宫里当太监去吧 咱前文书不说过吗 宫里有一个大太太肖白 刚才提过吗 既然你念过书 也能写字 那就太好了 我这儿啊 帐房正好缺个先生 你在我这儿 帮我记一记账 他就留下了 这小伙子 这小伙子人还真好 人也勤快 时间一长啊 我跟我老伴就商量 你说咱就一个闺女 你说咱这闺女这玩儿 你老大不小了 也得找个人家了 干脆吧 看这正心挺好 咱就招个养老女婿 把这事跟他一说的高兴坏了 就这么着我就收了个养老女婿 小两口这个日子过得特别的好 特别的恩爱 夫妻和睦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啊 好久不长 我闺女得病死了 她这一死啊 我老伴心里都难受啊 天天想闺女 哀声叹气 时间一长我老伴也死了 就剩我孤老头一个人 还有这正心的 你说我们俩相依为命 也不像话 对吧 我们俩也没地打耳钉去 怪让人笑话的 怪害臊的 怎么办呢 我就打发人哪 干脆吧 给正心 再续取一防吧 为什么呢 我就拿他真当儿子了 啊 这一个姑爷伴的儿啊 这就是我真正的儿子了 因为他对我确实也不错 打发媒婆啊 还真找了一位 雕师 这一过门啊 两口子还挺好 对我也挺孝顺 反正 时间一长啊 这个 这雕师就说了 哎 您岁数也这么大了 对吧 别操持这蛮蛮了 干脆吧 蛮蛮您就给您 给正心得了 我们替您操持 我想挺好 结果到县衙门办了手续 我这蛮蛮就给他了 扁也就摘了 原来叫周家茶楼 现在改叫郑家茶楼 好蛮蛮一给他 扁一换过来 可了不得了 这正心说 你怎么还不走啊 我说我哪去啊 正心说这蛮蛮都给我了 这蛮蛮姓郑了 你姓周的在这干嘛呀 赶紧走吧 找地谈你的三弦去 别在我这 这雕师就打我 揪我胡子揪我头子 正心还真不错 拦着 说是拦着 他把我抱住了 抱着我 我还不了手 好这正心 这一抱着我雕师 是连揪头子 带瞪胡子 连打带踹 给我气的呀 我干脆打官司吧 到这一打官司 怀了 这官收人钱了 说我活八道 打了我二十板子 把我轰出来了 你说这玩儿 三辈的蛮蛮啊 到我这儿 就算败了 你说我怎么活呀 我对不起闺女 对不起我的老伴儿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我是非死不可呀 我费了多的劲呢 咬牙跺脚 我投了胡了 您又把我给救上来了 你说救完您走了 我呢 我还得跳里 我还得遭二变罪 您说您哪是帮我呀 您这不是坑了我吗 哎呦您是坑了爹了 鱼狼说打住啊 我救你 你别占我便宜 我就讨厌这种伦理根 这老头一说完呢 周围看热闹的都恨啊 咬牙切齿 展南侠心想 天下还有这种 妄恩负义之人 这要再开封府 抱大人非把他塞到狗头咋里不可呀 这是岂有此理 谁听都生气 哎 这鱼狼听完乐了 哎呀 老爷子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支旅投胡嘛 我给您出个好主意 什么好主意啊 你在那对面 你再开一个茶楼啊 您在这都三辈了 您有人缘 你茶比他便宜 茶的质量比他好 你准那么的挤了黄了呀 你再开一个不得了吗 你干嘛要投胡寻死啊 老头一听好 我开一个 恩过 那得要钱呐 不是钱呐 怎么着也得三四百两吧 哈哈哈哈哈哈 鱼狼一听哈哈大笑区区三四百两 你有啊 我没有啊 没有你乐什么呀 我现在是没有啊 我打鱼我出来带三四百两 我就不打鱼了 我就吃鱼了 我现在没钱 老爷子你别死 明天这个时候 还是在这儿 我把银子给您带来 你有了银子 您不就不用死了吗 老头看看鱼狼 上下打鱼 别闹了 好三四百两 咱就说一百两 你打鱼的 你得打多少鱼啊 啊 你这好 你连打鱼带直播 你也挣不来呀 你这是给我吃个定新闻 就不想让我死 鱼狼一白手 老爷子 你可别把人瞧扁了 我说话算话 这话我既然说出来了 我肯定能做到 明天就这个时候 就这个地方 我把银子给您带来 我要是没带来银子 你再跳里 实在不行 我把你揣下去 老头无话可说 根本就不信 怎么可能呢 大鱼的掏一百两 十两银子 你都没有啊 展昭这会儿心里边佩服这鱼狼罢了 这是个人物 看看这老头 展昭一伸手把老头扶起来 老爷子 你也别死 我给他当个宝 行吧 他要是不来呀 我来 他不给您银子 我给您银子 展昭一伸手打怀里掏出十两银子 十两银子您拿着 吃饭住店 明天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 您再来拿银子 这鱼狼上上下下 瞧了瞧 展南侠一句话也没说 微微一笑 转身就走了 展昭也走了 人群散去 那么说老头去哪 老头去哪咱不提 咱们单说南侠 哼 展南侠可气坏了 心想 这真是岂有此理啊 天下人管天下事 这件事情我是不能不管 现在干脆我先奔天竹镇 我去天竹镇干嘛 我到郑家茶楼 我先打探打探 敢到那一问 郑家茶楼在哪全知道啊 闪目一看 蓝匾金字 郑家茶楼 三层楼啊 展南侠迈不进来闪目 一看柜台里边 有个汤医 汤医上汤医胖子 胖子一脸都红疙的 没多少头发 就头发一点头发在那知道 瞧这意思是闭目养神 展昭一看估计这胖子就是正心 这正心怎么长得跟跟杨克东似的呀 那么寒碜啊 还没脖子脸上还都是疙瘩 一急往外滋滋的 他怎么就断定 这是正心呢 看这穿着打扮就像是主人 穿着打扮就像是掌柜的 展南侠没理正心 他迈步登登登登登登 上了九楼 到了二楼 往这一坐叫伙去 管家说您要什么茶呀 西湖龙井 一会儿茶摆上来 四个吃笛 黑瓜子白瓜子 喝着颤子唐姓仁 伙去转身要走 南侠把伙去给拦住了 我跟您打定点事 啊爷有什么事您说 我老来杭州 前些日子我还来了 我还来咱这喝的茶 这个我记得咱这叫 周家茶楼啊 怎么现在改叫正家茶楼了 我这一听 我这只做牙瓜子 我这是店里的老人啊 不乐意议论这个 知道掌柜的亏着心呢 但人家问了你又不能不提 您这您还真好事 这个 这么回事原来啊 是姓周 现在是姓郑的 这个姓周的呀 把这买卖给姓郑的了 所以叫正家茶楼 我听说两家有亲戚 是 您了解还真多 是有亲戚 这个 这个 姓郑的呀 是人姓周的这个姑爷 哦 这个 老头 现在哪去了 还老头 老头 我还不知道老头去哪了 有日子没见了 您甭打听这 有日子没看见老头了 您您您吃您的 您喝您的 您打听这干嘛 不不不 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 我听说两家打官司了 还是还是 是是是是 胜负如何 胜负 肯定您看这牌匾 正的茶楼 那还用问吗 姓郑的赢了呗 姓周的输了 哦 姓郑的叫什么呀 是叫正没心吗 不不不不 别正没心的 有心 就叫正心 哦 好吧 下边那胖子 是不是就是掌柜的 哎对对 那那就是我们掌柜的 你看那状态 那胖不拉几 那劲儿 他就是我们掌柜的 哦 哎那趟街上 好像都知道你们掌柜的 哎是的 这一趟街整个杭州都知道我们掌柜的 他怎么这么臭名远扬啊 不是 您您嘴下刘德 哪就臭名远扬啊 你看 那怎么 我们整个杭州都知道你们这胖掌柜的 什么这胖胖掌柜的老蹭热度啊 就是谁一直播他就跟着蹭啊 这个谁谁发个什么消息他底下就评论 嘿嘿嘿 然后有时还帮衙门还招生 哎呀反正就是混个脸熟呗 挺可爱的 哈哈哈哈 哦 这正问着呢 嗯 就听楼板响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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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上来一个人 展南侠顺声音闪目一看 上来这位 岁数可不大 多少的岁数呢 二十一二岁 眉清目休 头上戴宝兰断色软断子的鸭尾巾 正当中高挑三间瓷布叶 并插粉绒球 贴耳靠腮 突突烂窜 身上穿粉断色的剑袖 腰中系着丝套 素白断色的中衣 脚下一双薄底的靴子 手里拿着一把撒金的折扇 往上一走 潇洒飘逸 展昭不看他 魂子罢了 这一看呢 展昭就阴愣 谁啊 不是别人 正是旧老头的鱼狼 哎呀 展昭心想 这鱼狼可以啊 这 他要是不类啊 这个 刚才鱼狼这会儿好 风流公子啊 他到底是谁呀 这到底是什么身份呀 这跟刚才这状态可就不一样了 往上一走 这鱼狼也看了看展昭 微微一乐 看这个眼神 这个状态 展昭就知道 他跟我一样 也来打听来了 这鱼狼找了一个地儿 离展昭也不远 往这一坐 我家 呦 爷 你这 我伺候这位爷去了 去吧 去吧 哎呀 一杯西湖龙井 一会儿茶摆上来 四个吃笛 还是黑瓜子 白瓜子 和他站着 唐姓人 伙计心想 我赶紧下去吧 我瞧这二位这状态是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我赶紧走 这转身想走 鱼狼一伸手 砰 把伙计手腕给抓住了 这伙计就感觉半娃膀子发麻 哎呦 我爷您轻着点 伙计别忙走 我跟你打听打听 安心说 这个地方啊 我总来 前些日子我还来了 我记着咱这是周家茶楼啊 今儿我一看 怎么改了郑家茶楼啊 伙计心想好又来了 啊对 咱这原来是周家茶楼 现在改了郑家茶楼了 这个是这么回事 这个姓周的呀 把妈妹就卖给姓郑的了 所以叫郑家茶楼 而且两家还有亲亲 他们是翁婿的关系 这个姓郑的呀 是姓周他们家的女婿 后来两家打官司 姓周的输了 姓郑的赢了 啊 究竟为什么打官司 我不知道 楼下那胖子呀 好蹭热度的那个 就是我们掌柜的 姓郑叫郑欣 不是郑梅欣 他叫郑欣 因为他蹭热度 所以大家伙全知道 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伙计心想我全告你吧 省得你没完没了的打听 一说 这鱼郎看着 你怎么把我要问的词都说了 是 我不说您不也得问吧 这不耽误您时间吧 哦 呃 鱼郎想了想 伙计瞧着 您还有要问的吗 唉 鱼郎想了半天 伙计 我告你一件天大的秘密 找一听 他还有天大的秘密 南侠耳朵也知道起来了 伙计说什么天大的秘密 我告你记住了 大年二十八天津卫视 有李云天 伙计一听 当时就懵了 李云天哪孙子这是 没听说过呀这是 走走走走 这个玩意你 你喝着我要问的 你全给回答了 把伙计打发走 展昭瞧着鱼郎 心想他到底是谁呢 看这个状态 他跟我一样 是侠义中人 喝了会儿茶 俩人扔那钱都走 鱼郎去哪不提 单说南侠 展昭 展雄飞 回到店房 往床上一躺 养精蓄锐 心想 我可大用人老头了 我给他弄银子 我哪弄银子去 我身上没那么多钱呢 对吧 干脆吧 羊毛处在羊身上 正心 你不然就羞拐 展某 背 今天晚上 我夜探正家楼 去你那儿滑冷滑冷 把银子给老头凑齐 也就是了 你别看是侠客 单是那偷富济贫呢 简短揭说 到了定更天 展南侠 纵身行出来 还是前文书 咱们说的 出门之前 房上插一 门呢 插一个草棍 回来草棍 还在这插着 就说明没人进屋 回来一看草棍掉了 就说明有人进屋 这是夜行人的规矩 展南侠 斜跨白巴囊 背背宝剑 带了一个口袋 陆地飞腾法 直奔正家楼 眨眼之间 打闪认真的功夫就到了 还有这么一小段距离 展南侠一看 前边黑影一晃 插纵身行 这种跳院里了 展昭的眼睛多多啊 南侠一看 呦 这一看就看出来了 他这个身形 这个状态 这不是那鱼狼吗 他干嘛来了 哦 甭问 看来跟我一样 都是侠义中人 跟我想到一块了 他也到这儿 取银子来了 展昭新侠 你别都取了 你都取了 我怎么办 我见老头 我没得给也不行啊 展南侠纵身行也跳进来了 现在这展昭跟鱼狼 两个人就等于是一个人 为什么他们做的事情都一样 咱们说一个就等于说俩 一个在前窗户 一个趴在后窗户 展南侠在前边 鱼狼在后边 小拇指滑阔川陵指 往里一看 屋里大胖子正心 对面雕师 桌上摆的都是银子 正在这封包呢 五十两一包 一共十一个包 这俩人一边在这算钱 一边研究老头的事 听说头糊了 可不是嘛 早他妈该死啊 碍眼的老家伙 听说又让人给救了 谁爱救谁救啊 反正打官司咱得赢啊 咱往衙门使银子了 咱现在这银子咱得保住了 就这点家底 他们俩这议论 展昭听着心想 我怎么拿银子呢 我要纵身行进去 那不叫能耐 强可不行啊 行侠仗义之人 怎么能进屋抢银子呢 非得使用调壶离山之计 把他们调出来 然后我进屋拿银子 展昭刚想到这就看院里 火光一片 有人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着火了 可把屋里的正心跟雕士给吓坏了 我的个天 也赶紧也赶紧去救火 俩人出来 那么说真着火了吗 哪着火呢 陆林之人 这叫调壶离山 在院里地上撒 硫磺燕霄 火折子一打是红光一片 把两个人调出来 这会儿屋里可就没人了 各位 展南侠还有这鱼狼 两个人到这儿取银子救老头 取银子救老头不要紧 南侠展昭展雄飞 赶奔墨花村 才引出来一段笔剑 结粮缘 哎呀 行了 就是开的菜早不适应是吧 明日再晚点 别来了 可以了 一天一段 一会儿不说嘞 月五楼没听着 哎呦 月五楼可精彩了 热闹极了 月五楼的报复好极了 月五楼你没听后悔 后悔一辈子吧 太遗憾了 这么精彩都没听着 肥所思的报复啊 都没听着 哎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你在空中 往下踩 你获得多大的 向上力 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向下 也能获得多大 这都是好报复啊 可惜你没听着 可惜你没听着 这就是没有 哎 没有固定的点 这就没有办法了 要不再来一遍 月五楼吧 去你这本才不来呢 月五楼 皇上问展昭 包庆家 说你会清宫 怎么叫清宫啊 展昭说 七兵万岁 我一纵身行 腾空而起 左脚踩右脚脚面 又一纵 右脚踩左脚脚面 我就能飞起来 皇上说 不能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你在空中往下踩 你获得多大的向上力 反作用力向下 也能获得多大 当反作用力 加上地吸引力的时候 你肯定会摔下来 展昭听傻了 皇上你有病吧 哪学这么多呀 那 真有一大太监 叫肖白 我跟他肖的 展昭说 这肖白来了吗 皇上说 你要干嘛呀 展昭说 我弄死他 皇上说 你来晚了 他跟我那妃子 花魁 俩人私奔了 讲完了 下回有机会 他实实在书馆说这个无数闹动惊 其实在书馆说无数闹动惊啊 也是这个梁子 没有什么大同小异 这故事 其实故事大伙也都听过 哥哥瘦了 您就这么认为吧 就是早 明不那么早了 那么早 大伙都不适 明天还十点 十点半那种点吧 还十点半 说我啥人能开箱就能开 黑衣服显瘦 这怎么能是黑的呢 这明明是紫色的呀 说完了 说了一个小时了 不怜了 一会儿 我修西了 不怜了 累了 色弱是王小仪 明天 行啊 十点也行 十点十点半都行 说睡起来 睡不着呢 那我也不说了 不说就不在线上了 这件事太早了 今儿这早的有点 我自己也不适用了 下回可不那么早了 太别扭了 看看吧 也许十点吧 我也说不准 最晚也十点半 应该是十点 我尽量十点 好吧 你看看来完了 戴口罩 戴口罩必须得戴口罩 我出门连酒精都戴着 都行 我也不老适用了 一会儿下来 再来一遍 我有毛病 我再来一遍 就不来 再来一遍 神经病似的 再来一遍 我看成李老师 现在在天桥吗 他说在天桥干嘛呀 我说书 再来一遍 神经病似的 再来一遍 反完了 刚才不反完了吗 就背了一遍 那个大雾梨的烫子 多难你知道 容易吗 没听着 后悔去吧 回家 收梨那儿了 包装了个好 肥所思 都没听到 恭喜 恭喜 都没听到 恭喜 讲个鬼故 太吓人了 害怕 听书 上课 劝人方 我都把汗了 听一半一笑 听一半不也比光听一结尾好吗 冷不定一打开 这才引出来 比一见接灵源 一拍木头 多憋屈的得 最起码还听一半了 明儿就不那么早了 就一结尾 你看看 这听子都是精华 结尾都是大包裹 多好 多少人 巴不得光听一结尾呢 就跟叫饭一样 你不就为听那嘎吊吗 所以您是听着 前头都不听 就听一结尾 我连结尾都没听到 要不说您是听住吗 就听叫好 你就想象 这艺人多么的优秀 太会听了 就听叫好 不听内容 真棒 你看还会翻包裹的 不早了 现在都湿一点了 肯定你们家表出问题了 你看怎么能胡说八道呢 就想见 啥呀 您是穿越了吗 我现在做梦呢 然后一会儿醒了 梦循环到 离间接两远 一睁眼就无数闹东京 现在十点不到 您说十一点了 没说你那表出问题了吗 你不信问大伙 现在真的都十一点了一觉 从物理开始循环 今天播的早 光这一句也不行 去你的吧 也得来新鲜的 没听说过 就这个 现在就是十一点 那那表出问题了 现在明明是九点四十 你怎么说十一点呢 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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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闹 鬼故 鬼故讲完了 多灵异 大家都是九点四十 我这十一点 多么灵异的一件事情 行了 我下了 数完数了我就下了 我就不耽误时间了 大家该追剧 追剧 该早休息 早休息 谢谢大家听书 晚安 再见 拜拜 明天我尽量十点吧 好吧 今儿太早了 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我吓了 原来 这还有个家务粉丝团 这什么意思 我到现在也不懂这个 家务粉丝团 我真不知道 这家务粉丝团是什么 早扫完房子了 房子早扫完了 你也家想啥呀 没懂 拜拜 加自己粉丝团 我自己加我自己 我有毛病 我自己加自己 好嘛 自己捧自己 明天九点四十件 明儿看吧 拜拜 再见 晚安 谢谢大家 再见 这 晚安 拜拜 拜拜 哪儿呢 哎 我问了 现在 有谁在直播呀 好 你们也不知道 那我吓了 九福 春山老又吹那个 吹口琴呢 是吧 贺武 他们要早点再现多好啊 没开书之前 乐意连 现在实在是不想连 太累了 太累了 不想连了 嗯 行了 谢谢大家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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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